Hello各位晚安 我是博盛 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Alpha的电子后视镜 电子后视镜 那往下搬的话会关闭就说变成我们一般的后视镜 那往上搬这个开关呢 他就会启动我们的电子后视镜 那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齿轮 这个按钮按一下就会显示我们的功能 那你在左边右边就可以调整 你每按一下功能他就会调整 那这个是我们左右萤幕切换 再过来的话是我们放大缩小萤幕 然后我们的亮灯 晚上 仪表板的那个后视镜的亮度 都可以开关亮度 上下还有我们的左右 那萤幕的一个左右转的一个画面切换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功能如果都没有用他就会跳出来了 那以上这个是我们的电子后视镜的功能如果说有不清楚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底下资讯栏留言 感谢各位的观赏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那这个后视镜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他不会有视角各方面的问题 那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后方的车辆来车 那是针对这种大车来讲很方便 好那今天的博胜介绍就到这边的 我们的阿法 电子后视镜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再跟博胜询问 那我们资讯呢留言 那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的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